這是第一份林鄭月娥特首 女特首上場第一份施政報告 國方對她的期待都很大 就是第一個女性的特首 而且是一個由政務官出身的 對於香港的政治形勢 都應該判亂得很清楚 她現在這份第一份施政報告 大家的看法好像一半半 我們工聯會好像有些事情答應了我們 但好像做不完 我們整體講講施政報告的情況 施政報告很厚的 幾萬字 不可能逐個字去講完 施政報告我們提一些大家比較關心的重點 之後重點去討論 我們覺得這次施政報告是進取更新的 都有提出一些不少的新的政策 但對勞工方面是關注不足 為甚麼這樣說呢 由先入勞工講起 始終我們工聯會 我們最關心的都是打工仔的權益 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的 這次林鄭就送了兩份大禮給商界的 大幅減稅 為甚麼大幅減稅呢 第二個大禮呢 你都可以說林鄭想推動創新科技 就是那些企業呢 如果搜200萬用於創新科技的投資 或者開支呢 就是有百分之三百的扣稅的 即是你有可能 譬如你一百萬 擺了入創新科技相關的項目呢 它就當你花了三百萬的 其後那些呢 都有雙倍購稅 希望就鼓勵商界呢 是投放資源 在創新科技的運用 科研那邊方面 那這兩個呢 我覺得一年呢 幫商界呢 省數以十億的稅行 那是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大禮 那為甚麼他說大細超呢 對勞工呢 剛才說基層 基層都有些好東西的 勞工方面呢 我們一直追了幾樣東西的 一個就是取消招職金對沖 那由上屆特首梁振煙呢 一直說追到現在的了 那呢 政府是同意的 那麼 答應了 不會保留回 典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程式 三分之二十年之這件事 但是呢 還有一些細節呢 就還未公佈的 那這件事就答應了 那我們相信他都應該很快可以公佈 這件事我就不是太過擔心 但是有其他東西呢 我們又覺得林鄭是太慢版的 市產價方面 市產價方面 它說會由三日加到五日 那這個呢其實就 我又覺得很孤寒的 當然那個阻力很大呢 那些孤寒鬼 今天講一下鬼 今天是萬聖節 那些孤寒鬼呢 就是來源自商界的 市產價我們說加到七日 其實國際標準來說很低的 那現在商界只肯加兩日 那林鄭在商價壓力之下呢 提的方案都是加兩日 即是三日變五日 那是有點雞力的 那我們勞工界收不收科呢 那看來大家都可以說 市產價究竟五日 我們收不收科 不要它 一定要它一日一步到位 還是兩日都待遇先 那大家一會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都會就著這方面 向全港的工會不分黨派 都會發一個諮詢 究竟五日收不收科 第二個呢 我們只有林鄭是不肯做 第二個她肯做的呢 就是市產 講完市產價 即是男性 即是老婆生兒子 有五日去陪她那種 那女性呢 生嬰兒都很大的付出 那現在只有十個星期的產價 又是跟世界標準相似 那我們工聯會呢 提出十四個星期的全新產價 現在是五分四而已 是不是 那這個全新產的呢 林鄭就說 願意呢 就開始研究和討論 沒有絕對答應的話 小心這件事 那那個揮動研究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都是 只有她幾句說話去交代 那我覺得林鄭她自己呢 都做過為人母親 都很應該和女士在生用的過程呢 是很艱難的 而且現在生用率太低呢 怎樣鼓勵女性 這個為我們人類的偉大事 做出貢獻呢 生用的真的不容易 所以產價這件事呢 政府應該是更加大力 這幾件事呢 那真的多的 一個呢 就是 沒有提 十七日的法定假期 其實十七日法定假期呢 在這麽多樣勞工政策來說呢 是相對容易區的 第一 它執行難度不高的 即是沒有說 有些行業要撥免啊 撥免啊 這樣 第二個呢 現在也有很多的公眾 在放 公眾假期 是有經驗可參考的 第三呢 其實放那麼多的假呢 就不只是勞工界得益 很多商界呢 特別是服務的行業 飲食業 零售業 會受惠住呢 香港人呢 放假呢 就不喜歡留在家裡 很多消費的 那其實呢 各行各業呢 都有所疲憶 那但是政府這件事呢 就十分之保守 沒有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說的 那麼更加自然 有一件事呢 就真的要嚴厲批評的 就是呢 他透過這個 羅志光局長呢 都說 會在這屆呢 推這個標準公事 我們是非常之氣憤 我覺得 很氣憤 因為香港呢 那個公事是全世界最長的 亦都是很多人 是面對著 無償加班的問題 今天呢 我都看到 順部 雜誌 有一個很棒的專題 我有沒有傳給大家 就是說呢 其實越長的公事呢 那些人是越沒有效率的 很多的國家呢 它經走發達 效率很高的國家呢 像德國 路深母 水電 這些呢 即是人均 GDP很高的國家呢 其實那個公事 是不太長的 三十多四十個小時 每個星期 那我們都不是說 就是希望一下子就學別人 三十多四十個小時 我們呢 提高總公事都是四十四個小時 香港呢 現在我們香港人呢 就真的是 努力命了 努力完之後呢 還有很多時候呢 是無償加班 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繼續追政府 那有些事情不做啦 有些事情呢 就更可惡了 真的 要罵我們 這個呢 就罵爆 還不斷地放風呢 說想抗大輸入外勞 哇 你怎麼看呢 大家這個問題 作為打工仔 那我當然不想 抗大輸入外勞了 是不是就是等於 遲些可能自己沒有一份工 對啦 沒錯 外勞這個事情 它那個人工也都低的嘛 那你輸入了外勞的話 那你輸入了外勞的話 是不是變相降減逆工呢 是不是 是的 的確呢 是擴大輸入外勞呢 是會影響我們本港 香港人的打工 和飯碗的 那呢 政府呢 它都很有技巧 這屆政府 它呢 先用這個呢 安路院舍的護理員 進入一個呢 我形容一下 賊老是三屋 去測試一下我們 和想打波結口 因為呢 它可以跟那些市民說 那些老人院的老人家 就不夠人照顧啊 很慘啊 尤其是不夠人 啊 大家是不是想 那些老人家的老人院 沒有人照顧啊 還有呢 我必須要強調呢 過去呢 其實呢 護路院呢 是有輸入外勞的 一本年呢 都有幾千個 不是沒有的 不過呢 那些是純私形的安道院 就不是買位 或者是政府出條 那這次政府呢 想打開大一點的結口呢 就是那些資助院社呢 都是放官 可以輸入外勞的 那這個真是不能夠接受 其實呢 護理員也好 或者是部份的工作也好 好像是職業司機啦 那些公務員也好 那些進口也好 沒有人做 沒有人入行的主要原因呢 是什麼原因呢 工事長 人工低 辛苦 是啊 工事長 人工低 辛苦 沒有前途啊 年輕人希望有前途的 希望有發展的 就算出了入行呢 22可能有低職 但是你有發展的空間 那些行業工種 本身那個行業的漏集呢 又是工時長 也都是很 工作環境很惡劣 人工有 例如這個護理員 萬二三 可能做了十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 做一些業務性工作啊 幫老人家除了洗澡啊 衛派一點都舒服點 還有一些 有些屍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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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 那些數字給大家聽啊 是有的船急的 你知道嗎 亞洲區呢 這個地方的股旅 就業率是最低的嗎 最低就業率 股旅 亞洲的 女性 是的 亞洲的國家 就南北外府啦 中國啦 北韓啦 南韓啦 台灣都不算國家的啦 那麼就 日本啦 菲律賓啦 國家或地區啦 地區啦 台灣就算它一個地區啦 菲律賓啦 泰國啦 越南啦 那就是柬埔寨 那些地方都算是 是的 大家呢 在日子就選擇 覺得呢 日本類性呢 你看 結婚之後 她的相夫咬子多 嗯 感覺上好像是 但是原來呢 她們都是低的 香港的女性就業率呢 是比日本更低的 竟然 沒錯 香港只有52%而已 日本是53% 那同時呢 歐秘地區呢 65%以上的 6-70%的股女性就業率 更加是十一點低 那說明呢 不是香港的女士 甚至是香港的女士呢 很有習慣物詞的 心態都很長 但是那些行業的選擇呢 不太理想 或者呢 那些行業的工作的時間 那個工時太長 有些工作 是不是可以 靈活些 上班時間呢 譬如母理研究 四個重頭 都可以被人做一下 是不是 她們又可以做母理研究 又照顧到家庭 那些家居辦公 又可以做呢 就是說明了什麼呢 香港一個僱侶活動的證 僱侶都有五十幾萬 是被她們開發出來的 還有呢 大概是四五萬的呢 就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 是沒有班公 又沒有讀書 沒有冥分的 俗稱是尼特仲 不要理他什麼人都好 現時的青年的各種的展示啊 青劍啊 或者各種的冥分計劃 夠不夠吸力他們 或者夠不夠主動 去讓他們重新投入在這間市場呢 政府仍然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記住這個事件了 我看一下 香港呢 是有政府數字的 她一次財囊有百四十萬 是致備開發 另外呢 flowers 外露這個問題 有些街坊都會說的 喂 公平會 你們不要那麼難的嘛 現在你工作真的沒有人做的 真的要資源外勞的 現在有什麼情況 兩位會理解我 我德式比較清是建造業 是的 沒錯 其實現在香港並非沒有外勞 即是不計家庭用工 非用 恩用 家庭也不計 那些有三十多萬 其實也有接近四萬多五萬人的外勞 有些也沒有錢財 大多數就是一個補充勞工計劃那裏 是有錢有機材去輸入的 但是那個輸入制度有個好處 是有勞貨會把關的 勞貨會勞資商工工業那些工種 我們都覺得是社會長的需要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或者有些業界 是真的輸入外勞的話 是一 滿致萬事沒有繞過 第二 補充勞工計劃 例如 如果例子 補充勞工計劃裏面有些工種是輸入的 我們一定是領著的 都力會 好了 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